在北京市能有学生 跟政协委员一样 他只是一个练习代表 但是所有的活动都参加 亲身经历 我觉得这样的过程 特别特别的重要 从2013年开始 最先开始就是一个自身的过程 因为政治课要讲政协 我是政协委员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的联系 慢慢地 这就是打开政协 与学生接触的一个窗口 他们要发现学校的一些问题 提出他们积极的提案 监督我们张榜 去公布哪些问题 我们在什么样的时间解决 把这个协商民主参政医政 根据到孩子的骨髓当中 血液当中 同时也推动了学校的发展 我们的理念是课程季生活 我们希望创作这样的机会和课程 让他的学习从时间中来 到时间中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政协委员和孩子们都是平等的 我们在分享我们观点的时候 无形当中也形成了孩子们的榜样 也给他们幼小的心灵当中 深深地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也让他们对中国的道路 中国的文化更加自信 当今中国的教育非常棒 我特别深切地感受到 中国教育的位置 中国孩子的这样的一种自信 去年中分中美校长级别论坛的时候 讲美国的这个课程演变的体系 当时我们有一个孩子 举起手来说 我觉得你们美国的课程不科学 当时那个校长就特别瞠目 说为什么 他说最重要的是运动 你们的课程里头没有运动 没有健康 没有运动 生命就没有底色 不在乎他说的对和不对 我觉得对于孩子能有这样的勇气 能够面对美国的校长发声 的确让他们也觉得 中国的学生了不起 因为对于他们而言 他们总觉得中国的孩子 是被管 被灌输的 没有美国的孩子那么自信 没有美国的孩子那么自由 没有美国的孩子能力强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很坚定地迈向了 从世界引领走向引领世界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未来教育的发展 起到一些领行的作用 让我们去引导孩子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能够有胸怀天下的担当 中国自信的微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